然后每个瓶子客户需要改的 一个就是这个要改 这个点掣到这里的位置 这个点掣到刚好这一个的位置 对 中深点 然后是光电眼到这里的位置 然后这里就是 这里就是光电眼 然后到这个黑色的这个位置 然后下一个要改的 这里调那个贴完标 然后要让它走几圈 就粘一点 你说就是贴完了标之后要转多少圈 然后你这里0.4 那一般是会写多少呢 看标志有些粘不粘好不好贴 就一般我们会用0.4 或者说看那个标 0.2 0.2 一般用0.2 然后有些时候0.3 0.4 这样子这个 对 然后就是那个标贴好了之后 转多少个圈圈 对 好 然后调这个三个就是 这两个都一样的 可以调150 这个速度来的 这条速度 这个一般可以120 150这样子的 对可以 是什么的速度 这个是什么 提炼板的速度吗 不是 不是 这 这 自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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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转称圈这里 然后这个东西出来的速度 你说这个是它出来的速度 0.65 是这个是出来的速度 嗯 然后这个客户也要改吗 不用改 这个一般不用改100 这里一般不用改 那这个呢 自动 然后客户只需要改 然后客户只需要改一下这里的 触标的速度 然后一般有些时候会改成多少呢 大概就是不要超过0.7 这里不要超过0.7 然后最低一般呢 0.55吧 这里的话最低0.55 然后最高不要超过0.7 然后就是就是这里的速度 对 这里的速度 然后调这里的位置 然后就是调这里的位置 先把这虎子搞上来 然后你就按手动 按手动页面 然后按这个 按这个瓶子 刚刚好这里等夹到 刚刚好能夹到 对 按这里 然后刚刚好能夹到它 嗯 那就可以没什么也好夹了 一般都是你试一下 这里把这个关了 把这些东西关掉 对 因为也不要 不要给它注标 然后等到可以运行了 只要再按运行就好了 因为这里调好了就可以了 这里调好了之后 把这些贴标 这些东西是让它开还是关 开的 开的 就关到这里 然后再按运行 对